说到这个路跑运动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潮 新北市议员陈明义服务处只是在领口地区举办了一场夜跑的活动 好让地方乡亲都能够亲自感受这项运动的乐趣 铁人三项逐渐形成风潮 为了让更多领口民众体验路跑的乐趣增进全民体能 因此议员陈明义服务处特别与各运动协会合作举办幸福星光夜跑活动 让跑者在市区内也可以运动享受更好的路跑环境 这是我们路跑的第三站 我们这个领口的星光幸福夜跑 今天有2800位的民众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领口星光幸福夜跑 西家带眷的也有专业的跑者非常感动 不过出了一个小插曲 我们在准备起跑前呢 我们太过热情了 我们发电机竟然跳电 那后来换了备用发电机也备用发电机承载不了 然后在完全没有灯光没有音响的情形之下 大家一起喊路上小心 然后运动愉快 真的是星光夜跑 看在大家闪亮的背光一起出发的这种状况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也在大家跑者回来之前 将我们的发电机给处理完毕 所以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有音乐有灯光的很气氛的夜晚 路跑运动是一项可休闲也可禁忌的运动 还可以享受风景 呼吸新鲜空气的乐趣 不论你的体重有多重 都可以借由路跑建立运动的基础 当初发想这个活动是因为 台湾现在在全面封路跑 不过因为白天的时间的话 这个一般般在假日 但是气候上面来讲 常常小朋友没有办法复合 那有一些美丽的姑娘也怕晒太阳 那在傍晚的时间做路跑是非常棒的 这个时间来运动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过去在我们泰山场 有1400多人 那我们在乌股场有2000人到2400人左右 今天有2800个人 那有那么多的乡亲 甚至有每一站都来参加 我们有五个站 他们要把五件不同幸福的T恤带回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风气 下一站地点将于新庄运动场举办 活动时间是11月15号晚上7点开跑 欢迎喜欢夜跑的民众千万不能错过 永佳乐新闻领口采访报道